東亞現在的局勢非常非常複雜 隨著日本首相前進到烏克蘭 還有軍援 沒有想到我們現在東亞狀況很多 俄羅斯舉辦了一個軍演 他朝著日本海發射了兩枚 超音速的反艦飛彈 而且是成功完全命中 展現他的這個肌肉 當然忌恨的就是日本首相到烏克蘭去 而且還答應相關的軍事 還有金錢上面的援助 那在3月27號的時候 包括北韓也朝著 這邊雖然寫東海 這是日本海 也是朝著這邊 射了兩枚飛彈過去 那狀況非常複雜 那現在金正恩又要告訴大家 他公開呼籲要增加武器級的核原料 這會讓大家講 是不是進到新的核武的競賽 那之前講到 他所謂的潛水式的戰略武器 在3月27號 他已經完成了 他在水下引爆他的彈頭 那更早我們也可以看到 美國的航空母艦 在昨天的時候 已經開到了南韓的釜山 所以剛剛的包括他試射的日本海 還有包括釜山 所以東北 東北亞的這一塊地方 現在狀況非常非常多 那日本現在也大幅增加 他們的這個軍購 採購了400枚的戰斧飛彈 2027年之前要改裝8艘的神盾艦 他們的預算高達台幣是484億元 那巡翼飛彈 射程是1600公里 那九州福岡到北京直線距離是1400公里 那當然還有一個謎 就是2021年兩年前 這個康乃迪克號撞到了 在南海撞到了這個山脈 受損 這個事情到現在發生了一個 玄之又玄的謎 維修長達31個月 但是美國海軍新聞卻爆料 到今年3月 美國政府的合約網站裡面 都還沒有出現這個受傷核母 零件訂購的訊息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是不是在南海區域 植習其他任務 而製造的一個煙霧彈 兵哥 其實這一連串 大家都在秀肌肉 俄羅斯為什麼要向這個方向打 這個日治 日治其實是個1970年代的導彈 但他在當時是非常先進 因為他是超音速導彈 那所以他射出來就表示 他俄羅斯現在雖然被你們看衰 但是我實力還是很強 你日本不要隨便惹我 因為最近因為北韓一直在蠢蠢欲動 所以美國跟日本韓國 不斷的在附近 每隔個一兩個月就開始在那邊 軍演一次 就不斷的在那邊做這些 震責的動作 所以俄羅斯現在也是在回進 那也順便是幫金正恩聲援一下 那金正恩最近動作也非常大 他不斷的在測試他的前射導彈 然後甚至還做這個所謂的 無人核魚雷潛艇 也就是他表面上好像是 無人核潛艇 可是他不是我們一般定義的核潛艇 因為一般定義的核潛艇 是用核子作為動力 他不是 他是整個潛艇其實就是一個魚雷 然後就是我就慢慢開到你那邊 然後直接在那邊核爆 就把你炸掉 炸掉之後就可能海嘯或幹嘛 就這樣 所以這個等於就是要動用核武器 那這也是另外一種威責 所以雙方都是在互相恐嚇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當然 美國也不是好惹 所以美國也一直不斷的派他的航母 這些一直不斷的附近繞來繞去 也是不斷的告訴你說 我美國也不是被嚇大 我實力也是很強 可是日本像算是最近在東亞這個地方 最積極的一個國家 因為他一直被美國蠱惑 因為美國最近一直在告訴日本什麼 萬一台海開戰 老共會打你的沖繩 你知道他一直在告訴他這件事情 所以美軍不是說 我第一個我的海軍陸戰隊要進駐 進駐日本 然後說要跟你們一起做那種濱海戰鬥團 然後好像一副就是老共解放軍 要打到日本本土 然後日本就用這個藉口去跟國民講說 我們要增加軍費 然後我們要去買戰斧巡衣飛彈 因為我們要先發自人 要在北京還沒有動之間 我們就要先打他 對你是可以打到北京沒有錯 戰斧巡衣飛彈絕對打得到北京 而且戰斧巡衣飛彈其實蠻精準 可是問題是 老共也有很多飛彈 他的中程飛彈可不會比你少 那日本要去跟 中國大陸玩軍備競賽嗎 你這樣你準備要花多少預算 去玩這些東西 而且我怎麼都想不通 中國大陸幹嘛要去 沒事去打日本的本土或是沖繩 他打這個地方到底要幹什麼 所以我覺得 現在是美國故意在挑起 整個東亞地區的一個軍備競賽 那日本因為一直都被美國挾制 所以他沒有辦法不做這樣的事情 那至於說康乃迪 迪克號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很怪 因為當年說撞到的時候 有人說是跟解放軍的核潛艇相撞 有人說是撞到海底山脈 有人說撞到不明物體 那那個地方會出現什麼不明物體 難道是哥斯拉嗎 不然的話你要撞到什麼不明物體 所以這個就非常奇怪 然後後來他受損之後 說是拖了去維修 你看已經過兩年多了 到現在沒有任何訂購零件的狀況 那當然現在很多人猜測說 第一個你是不是當初根本就沒有受損 你只是在那邊收集了某一些資料 之後回去做一些其他研究或幹嘛 或是執行什麼秘密任務 這是一種猜測 但是我是比較務實一點 我認為更可能是什麼 他真的撞到而且受損 而且我也告訴大家 核潛艇有的時候 修起來比造新的還要貴 所以我在看他們之所以這麼久 都一直沒有真正訂零件維修 恐怕是沒有辦法維修 兵哥那還有另外一個謎 總統在3月25號的時候 到嘉義去看亞洲無人機 創新的研發中心 特別去看雷虎國家隊 那昨天26號就隔了一天 他的水下無人機海蘭號首發 總統還去按讚 照理講這個對雷虎的股票行情 應該是大大加分 那果然在3月27號的時候 雷虎他的股票就飆漲了 是他近18年來的歷史新高 就漲了 但很奇怪 再隔一天 他的股票遭到處置 重跌 本來是前一天是59塊 漲到64.9 一口氣漲了5.9塊錢 就昨天因為被處置 所以後來就跌了 跌停的最後是50.5塊錢 那這個狀況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本來我們發展 不管是空中的無人機 還是水下無人機 這都是我們必然要發展的方向 全世界都在這一方面做競爭 所以這本來是件好事 那如果有一些國家資源 能夠溢註是更好 對我們的發展是有意義的 可是問題來了 你不覺得嗎 最近這幾年 只要蔡英文碰到的東西 好像都跟股價有關 高端也是 然後黑虎也是 好像我們這個總統 到底真正關心的是 國軍的發展 是台灣生技的發展 還是股價的發展 我覺得這個就非常非常奇怪 為什麼老師會有這種 照理來講 總統剛去視察的公司 會立刻會遭受處置 這是什麼情況 這是非常非常詭異的狀況 那我要比較陰謀論一點 來講就是 是不是早就有人知道會被處置 所以先安排總統去視察 先草告一波之後 再讓你鎖死在那 那有的人如果事先知道交集 是不是就可以大賺一票 他才不是有大批的韭菜 對啊 那每一次台灣股市韭菜 多到處都是 多數不清 所以我覺得 每一次出現這麼奇怪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有個東西叫金管會 金管會你到底死到哪裡去 這種東西你不去關心一下 不去查一下嗎 還有再提醒一件事 高端從去年查到今年金管會 你查了多久 你到底查出一朵花來沒有 趕快給我們一個交代 監察委員現在在忙著 要查廢廢之死的真相 那包括八十五渡錫 董娘大量拋輸他的股票 造成了動盪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拜託 拜託 再見 拜託